公交车给你们看啊 小区里面有公交车 你敢信 我是毛德华 我在昆明 我在云南昆明 我刚下公交车 这里是一个公交车站台 我来到了一个昆明市区非常厉害的地方 叫做昆明四季城 就在我的身后 看到没有这里有个小区模样的地方就在这边 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区 据说这是全昆明最大的小区 里面住了有6万多的人 6万多的什么概念 很多 县城 很多小县城可能都没有 6万个人 然后我身后这个小区他就住了6万多了 我准备进去看 看一下里面什么情况 我们走 进来了 这个小区外围是一些吃饭店 都是挺大的饭店 虽然 感觉没什么能在这里吃饭 但这是饭店 就在前方有一个口 因为他这个小区太大了 东南西北都有口 我们随便找了一个口进去 近距离观察这个小区 全昆明最大的小区 里面 距离什么情况 我也没有来过 我们进去看 走 进来了 这里有个狮子 看门呢 牛鬼蛇神 进不来 看见这个 小区楼了没有 去了还有阳台 有一定设计这个楼 这好几排 无从无尽的排开了 我们再往前头走一下 这边的房子 都是有阳台的 这个设计比较好 夏天你可以 站在阳台上面乘凉 是不是这个情况 我看到后面这个 跟前面这两栋楼 设计上有点差别 可能是他们属于 不同阶段造的 这个叫望春苑 往前走 左边是一个 绿化带 但是用铁栏隔开了 说明 这也是一个 可能一个独立的一个小的一个的 区域 跟我们右手边一样 然后前面这个应该也属于另外一 小17吧我觉得 他可能是有很多棋 因为这么大地方 也不可能 同时建 但是这边的房子 左右边的房子就长一样 虽然他中间有 围栏隔开 我们看前面 前面又是不同风格的房子 这里写着 吉祥 外环路 你感心 一个小区里面还有内环外环 我们往前走 感觉前面 就是内环了 这边的 围栏上 还有 铁丝 这种设计就是 不让你翻阅 你一被这铁丝勾到 你就糟糕 破伤风有可能 所以不建议大家範围墙 这里又是一个 单独的 叫做银村院 这个房子 还是可以的 都长一样 说明他们风格比较统一 不错 这个左边就跟右边长不一样 还有公交车里面 小区里面还有公交车 你敢信 这里是一个环岛的标志 感觉这里就是内环 刚才我们看到是外环 这边是内环 果然 写着吉祥内环路 我们走过去 过马路 看看内环 是什么情况 这里都是房子 这里好像是一个 公园 楼很高 这里是一个草坪 和公园 绿化不错 这里还有篮球场 设施很齐全 这又是 另外一个 没写名字 看不出来这个叫什么院 继续往前走 我们走到一条 可以走出去的道 我们看这边 右手边又是一些楼 楼 这后边 这是带阳台的楼 这个环岛 感觉四面八方 岔出去 都是小区 松鼻的那种 松鼻的那种 OK终于看到一个路牌了 西村院 敏村院 探村院 迎村院 这些名字 这些名字都是有说法的 跟春天有关系 这里还有 公交车站 一个小区里面 有公交车站 比较少见 这也是一个很 大的一个 公园 小区内的公园 厉害了 走 我们再往前走看一下 公交车给你们开啊 小区里面有公交车 你敢信 继续往前走 他这个后方 好像有很多楼 我总感觉这个 正前方应 是应该在那个后方 我们再往前走 感觉已经是环岛 要被我们还出去 但是 考虑到这个小区实在太大了 我们就不把它走完 我们沿着环岛走一圈 也能看到 环岛的周围 全是这种楼 这里还有一些 乐带植物 芭蕉树 香蕉树 菠萝树 我对植物学没什么研究 感觉有点像 这是公交车 厉害了 好的我现在已经 逛到转盘的 另外一个方向 我现在准备出去了 因为他这个 实在是太大了 我看一下地图 他整个小区那是一个 雅铃或者是 鲁翼的形状 就等于说两头是两个转盘 然后中间呢 很长的一段呢 是小区 所以说呢他这里很多路就叫 鲁翼路了 鲁翼 吉祥之类的 反正是非常大 我们看这里面的 小区也见得非常 非常不错 主要是他还有公交车 我觉得这个公交车就是在两个 就那个雅铃的两个头之间 两个环之间转一下 然后往中间过 环一下 环绕一下 应该是这样的 这个 小区 没有忽悠人还是非常大的 厉害了